東門、春蘭、夏竹、秋菊 八個字就很簡單概括了不同植物會在不同季節盛放 有一個設計得好的庭園就應該要每個季節都要賞心月木 這樣才符合園景設計的宗旨 大家好我是Leo 設計一個庭園除了之前說過的功能性和流動性之外 就是用不同的材料去創造一個最適合你和你覺得舒服的空間 而園景設計和其他設計最不同的是 我們會用活生生的生命 會隨著時間去成長和轉變 會有不同的顏色、形狀和氣味的素材 令到每個季節都有不同的感覺 我稱之為生病魔法 而你用植物去點綴一個空間 除了令死氣沉沉的地方添加生氣 還可以淨化空氣和減物 無論室外和室內都可以做到這個buff 簡直就是神氣 今集我們就主力講一下室外的植物 既然是你的花園 既然是你的花園 當然要種植物 你最喜歡的植物 但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配合植物所需要的陽光 通常在圓禮中心或苗寶買植物的時候 都會看到植物有這些牌 這些牌除了可以告訴你是什麼植物之外 後面都會告訴你需要的陽光、日照、水分和何時開花的資料 但這一張是沒有的 如果牌上面寫著全身 那就是全一招 即是需要六小時以上的陽光才可以種植物 另外最普遍的就是全身 大概三小時以上的陽光就可以種植物 最維持的 另外還有半身 半身是六小時以下的陽光 全身是三小時以下的陽光 例如一些蕨蕾、蕨蕾等 那種就不需要太多陽光 通常都是Partial Shade和Full Shade 通常看這張小卡就沒錯了 而就著你所選擇的植物 再找一些不同時間、不同季節開花的植物 配合 這樣就可以讓你整個花園在不同季節都有吸引力 務求做到每個月都有花開 眼睛每天都可以吃冰奇林 所以在圓景角度來選植物 一開始就是選大小 然後再選顏色、形態和開花季節 來慢慢再選 務求和其他硬件可以配合之餘 還可以令到你的視覺、聽覺、抽覺都可以得到滿足 顏色是比較容易想像的 尤其很多顏色都是用植物的名字來明明 例如矛丹紅、玫瑰黃、橄欖綠之類 你喜歡什麼顏色就可以向著這個方向來選植物 可以種一些不同色系的都可以 如果一樣色系的做Mask Planting 譬如芬衣草原 或者屈甘香原 種出來整個效果都會很美 而種不同顏色就可以令到整個花園更加有個性 譬如你喜歡牡丹 根據不同的培植品種或者地區 可能都會有些出入 但大概會在五月開粉紅色的花 但開完之後整個季節只剩下葉的綠色 所以選花的時候 就可以選一些在五月之前或者五月之後開花的植物 例如有屈甘香 就是屈甘香 然後五月之後的就有玫瑰 或者Higangria 令到你整個花園在不同時間都有不同顏色 有不同的變化 但是冬天那時候又怎樣呢 是空虛寂寂寞地凍 會一片荒涼 還有少少的冬季抑鬱 而且葉又下了 雪又要橙 整個年初四 所以在冬天常綠植物就特別重要了 它可以令到你冬天由蒼涼 變回有少少溫暖 變回有多少少的顏色 例如最普遍的boxwood 或者有些羊 通常有人來做hatch就是這個意思 或者是有顏色的樹幹的dogwood 或者是winterberry 一些紅色的果實 可以點綴下整個冬天的雪白 或者是underrated的草 雖然在冬天的時候可能是沒有什麼顏色 但是它會隨著風在搖曳 亦都會給到一些吸引力 另外就是一些可以用來煲涼茶的金文花 亦都是常綠植物 再大一點的就是 譬如上次講過的聖誕樹 那種spruce, fir,或者 pine 令到整個冬天可以變回一個winter wonderland 而這些我們就叫做winter interest 令到整個冬天都很有吸引力 如果不是在花園裡種植物 另一個增加winter interest的方法 就是在門口放些earns 可以插放一些bird的枝條 另外還有dogwood 還有一些pine 或者spruce的branchards 都可以令到冬天加上少許顏色 其實不止加拿大的 除非你住在赤道附近的地方 如果不是冬天的時候 大部分的植物都會落葉 變得光滔滔 所以需要把一些常綠植物 去襯托在冬天的時候 將耳境都可以帶出來 所以選植物除了選一些自己喜歡 還可以拉闊一點的畫面 看一下big picture 令到你什麼時候都想出一出的花園 吸收一下新鮮空氣 或者享受一下大展現的寧靜 所以喜歡大自然的 或者這條影片的 就可以like和subscribe 還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下一集會和大家說一下 室內植物的選擇 留言告訴我 有沒有什麼植物想特別聽 我是Leo 我們下回再見